有密宗也是塔利文 童书国教 这个大臣八个宗 臣佛有三个门进去 外面是三个门 里头没有 这三个门就是倔正经 你看一入佛门给你授三皈依 就把这个传给你 你将来成佛了就从这三个门进去 三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 走倔门大吃大悟 明信见信 禅宗信宗 走这个门 这个门要上上个人 不是上上个人你进不去 第二个门正门 正知真见 就是规于法 法就是正知真见 这个门进去 这个门呢 中下根本是中下根性都可以 这是建议 慢慢开悟 就像念书一样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慢慢来 这是一般人都会成就的 所以时间很长 这是第二个门 第三个门呢 是个特别门 禁门 禁而不然 净土是进门 走这个门 密宗也是走这个门 所以密跟这个净土 通通通是修清静静 心静 在佛图静 那三个门 进去之后 全部都得到 无论从哪个门进去 从旧门进去 真经都得到 正门进去 绝经也得到 进门进去呢 绝阵都得到 进去之后 圆满成就了 没有进门的时候 有绝阵经分别 进去之后就没有了 这三门呢 三门的看看 一入佛门 老师就把它传说给你 这就是修行的 总纲灵 总原则 一生 无论修哪个法门 你都不能离开 这三个原则 拒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这三个认定一个 三个你都得到 所以密宗 也是塔利文 同书国教 那么换句话说 国教 不离开念佛 密宗念不念佛 念佛 他不念佛 他不能拯救 我会让你 而不愿意